那很多的创意是 是由end user 起来的 那我们后面还会给很多的例子 就是这个是由使用者的 让这个演化的速度加快 所以这几个是在ICT里面 这个技术演进的一些原则 或观察到的现象 那整个ICT的technology 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在进展 一个是从软体的方向 一个是从communication 从通讯的方向 那我这里讲的通讯不是指 低阶的physical link 像这边我们光电的同学 或是这个电子的同学 可能对他们做是这个 真正的physical的communication 我们现在讲的communication 是比较属于networking 比较上层一点 那在软体的这个趋势看起来 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而且它通常不是stand alone的 它会增加到跟别人的通讯 跟别人沟通 那如果就沟通的通讯的角度来看 过去是固定的 然后慢慢的变成到无线 无线然后再变成行动 无线跟行动有个差别 无线让比较大的东西 就能够连接着无线 那行动可以带着跑的了 那所有的标准 它也不是产生的 而是evolve或竞争的演化结果 然后它的变成标准的过程 是经过大家的协议 agreement 而不是requirement 就是角力的结果 那这个 这个是很现实 那我参加过几次那种标准的会议 就是你发现大部分都没有人参加 可是有的时候突然某几个session 一堆人跑进来 那就是要角力了 要投票了 就是说你公司的产品 跟我公司的产品 要怎么样的 要他们当然都知道 什么东西要变成 要变成 要写进标准里面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 叫agreement 就是先有产品才有标准 所以这个是比较 不是先有标准再有产品 所以这个 那如果产品没有办法变成标准 你可能要调整 要不然就被淘汰 所以这个 这个是ICT的特训 那就软体的角度来看 那因为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复杂 所以就有这个abstraction 我们当然有的什么 低阶语言 机器语言 在机器这个时候 我们都电脑最下 计算器概论里面都01 然后在组合语言 然后高阶语言 然后越来越高阶 其实我们在 最近这几十年里面 发有很多 这我不谈 什么物件导向 design pattern agent代理人 各种不同形式的middleware 而且变化很快 像这个web上面的 大概 每一两年 就一堆新的 那有很多会被淘汰 那有的就变成一个主流 那这个你要 叫细心的要观察 那变化非常非常快 就是开发的技术 ubstraction 因为它软体开发 那旧的它也需要在 那新的呢 也要 也会不断的出来 那第二个是 我们刚刚讲到 heavy communication 那通讯很快 那很多是网路下面 这个我不想 就不谈它了 那整个变成一个 这个所谓 soasas的这个趋势 那soasas是什么呢 这个 我这里投影片 我不忘记后面有没有 那我稍微提一下 那个 奥巴马 他当美国总统 当于美国总统 以后 他任命了一个新的官员 是过去美国政府没有的 叫CIO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那 那这个是一个印度人 那他印度的 本来在矽谷工作的 他也是一个学者 那年纪很轻 40多岁 那他 他一上任 他就说 只要你写的project里面 如果没有写到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我就会 不会fonding你 我就觉得 那是很大的一个 就是美国政府的资讯 相关的研究计划等等 都是他来分钱 你没有写到 那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软体不再是写程式而已的 他软体都是一个 一个以服务的方式呈现 那服务的方式呈现 就比较说 哇 复杂度显在后面 可是 其实有很复杂 但使用者 看不到那些复杂度 使用者看到 是一个服务 一个服务 那 我举一个例子 书店 我们台湾买书 网路书店 有博客来 全世界最大的网路书店 就是Amazon 亚马逊书店 亚马逊书店的 一个网页 一个网页 它的背后 当然我们 如果大家会写网页 或听过网页 一个网页 大家是什么 HML 就是我们小学生 我们的小学 现在小学生 都要做网页 做这个网页 那他 亚马逊的一个网页 背后是 会用到100个service 平均是100个service 组成的 虽然后面有很复杂 很复杂的机制 很多城市 但是你使用者看到的 就是一个 一个网页而已 那后面有很多 很多的东西 所以 所以 把网页复杂度 隐藏在后面 所以 所以他 这个 这个 奥巴马的CIO 他 那他提出来 就是说 你 你以后 要把复杂度 隐藏在后面 后面 由这个 都是由service 跟service 间沟通的 这种 这是 实际上 一个新的 abstraction model 来解决 那 我后面 不管什么语言 什么技术 但给外面看到的 都是一个服务 那 那 这个时候呢 跨平台 就是刚才software service 中间 其实牵涉到的 就是跨平台了 就很多 过去 几十年下来 但虽然 但跟 跟各个学科 比起来都很年轻 但这几十年下来 已经有一大堆 一大堆的 电脑 一大堆公司 也倒闭了 有新的 那他们的 硬体 软体都不一样 那 那他们 所以 他 每一个processor 他能够 这个processor上面 内建的指令 什么都不一样 然后到语言语法 是通通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不一样 OK 未来还是会不一样 更powerful出来 可是我在软体的层次呢 把它加一个 所谓的virtual machine 一个虚拟机器 加在那里 那是软体做的 那这个层次 我们大家都一样 像 有一个语言 大家可能听过 像Java Java 辅大是 全国第一个正式 开Java课程的学校 可能大家不知道 这个 我们是第一个开Web 也是第一个开Java的学校 那 那我现在大一进来 也是用Java 那个语言 其实跟C语言很类似的 但是它更是物件导向 那 那个语言 它重点就是 它下面有一个 所谓的虚拟机器 假的机器 那个机器 事实上是在 没有多大 在我们浏览器里面 也有一个 那Java的程式 就可以在上面 能够Run 它是一个虚拟的 那就表示可以跨平台了 那资料传输的时候呢 在网络上资料传输的时候呢 那用的资料结构 也可以跨平台 那这个时候一个叫做 SML 那这个 那这其实我不详细谈了 那这个 就是我传资料的时候呢 就是类似网页的那种 有很多标签 然后这个 用SML的技术 让传输的时候 都有一个标准的格式 所以SML跟Virtual Machine 它让我们造成了 一个可以跨平台的环境 所以下面再怎么 再演变 硬体再怎么演变 这个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都还可以做沟通了 那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刚才软体的眼界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就是汇聚 我们刚才讲 汇聚是很重要的 聚合 Communication的技术的 这个Convergence 大家再聚合在一起 那聚合有各种 不同程式的聚合 有平台的聚合 有媒体的聚合 有service的聚合 有这个设备的聚合 都可以聚合 那在媒体 媒体就是内容 内容的聚合 跟这个平台 或平台就是一个 X的聚合里面 常常有几个字 这在电信也常常讲 Triple Play 或Quadruple Play Triple Play的话 就是内容 我内容本来是 讲电话就讲电话的 电脑 一个是电信网路 讲电话 电脑网路传Data 那现在我们还有Video 所以不管是Video Voice Data 全部在一个平台上面跑 那叫做Triple Play 那平台呢 包含了 平台上面有TV 有这个宽屏的 网机网路 有电话 那这个平台也在聚合了 那另外还有人在 Triple 三个聚合不够 四个聚合 四个来聚合 有叫Quadruple Play 有叫Fantastic 4 这不是电影 这个是在电信业里面 那这个聚合就是 再加上这个Fix Mobile 的Convergence 就固定网路 跟行动网路的聚合 就Mobile 加上Triple Play 就是Quadruple Play 那这个像 尤其在行动的 这部分非常快 从2G 2.5G 3G 4G 一直下来 3G 大家知道 这个Third Generation 电信业 整个3G 到现在还蛮久的 好像在台湾 还不是很广泛 当然你慢慢用的越来越多了 中央电信的越来越多 跟国外比起来 不是很广泛 而在推了很久 虽然它那个技术 在网路泡沫化之前 都2000年以前 应该说上个世纪 就差不多了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 这广泛的被 被大家 在很多地方 没有办法广泛的接受 但几个地方有了 可以 那他就说3G成功 一定需要有3G 有三种应用 要在这个3G上面 能够被广泛的接受 才会有Business 才会成功 是哪3G Game Game 游戏 Gambling 赌博 还有一个 Girl 就是说 一定要有这3G 这个 这个在电信业里面讲 这3G要形成Business的时候 这个 那事实上也是 如果你去查 这个是看那个搜寻 的排名 就是说这个 如果你去看Google Yahoo 他们搜寻排到最前面的 他们领统计 或者说看学术论文 他都会排除什么 排除掉赌博色情以外的选择 不然的话赌博色情 就排在最前面 就是人性 就是最前面 一定是那些 然后才是 才是这个 才是其他的 所以那个 那个 那个 这是一个 一个人性的现象 但是他成Business Model 要那些 那回头来 那这个 平台的 汇聚 然后呢 服务